微股現階段說如果你真的要去做長線 剛才說長線何為甚麼?三五七年 可能真的分分鐘要說五年以上 才叫做真是長線去含贏 正如剛才說未經歷過一些洪荒性拋售 你未估如果未經歷過一些洪荒性拋售 未來去渣的話 意味著甚麼好像以恆指為例 恆指三月份經歷過一些洪荒性拋售 200元你要望回25元 恆指望回到24000至25000以上 不會是一件這麼容易的事 港股因為高位就不在24000至25000下跌下來 是說三萬多的位置跌下來 你要望回三萬多的水平 2025年前我也不知道行不行 我真的不敢保證 所以同樣道理 如果美股這些位置要開始炸 可能都要炸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所以就長倉方面 不建議 港股上面恆指 如果你NPF形式月供 繼續供港股 我覺得都勉強可以 但你要分清楚真的要做多長線 如果你去到真的超長線的話 這一刻的分析我覺得是垃圾 嚴不大的 因為任何政策上都可以把所有現階段的分析改變 所以如果你真的去到一些超長線部署 其實沒有人在這些水平上做長創部署 因為大家都只是短線擔心經濟衰退 經濟衰退發生之後才會考慮 去不去做長創部署 如果你真的打算做一些長線部署的話 這一刻的人通常買什麼 買債 因為現在擔心債 在債市上面的直播率會上去比較高 當真是陷入經濟衰退 債價最終有機會升回上去 債息有機會回落 如果陷入不是經濟衰退的時候 債市上面的直播率會比較高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這一刻 你真的想太長線的話 債是比較複雜的 我不建議大家 不是叫大家去買 可以先忍一忍受 不需要這麼心急 如果你做ETF 月供的話 暫時來說月供200問題不大 但是月供未股上 我覺得就不太過底薄 沒有必要這麼做 我會這樣想